另一方面 吉打州大臣南德斯里沙努西 对于在野党试图导政府的指控 执任不会 但他强调 在野党会透过合法途径进行政权交替 不会抵触联邦宪法 沙努西今天在记者会上 受到记者询问关于迪拜行动时指出 中央政府利用反跳槽法的漏洞得意 国盟也可以以其人之道缓至其人之身 台打却说 有关举措不应该称为迪拜行动 而是秋节行动 因为他们的商议地点是在吉东坡进行 至于迪拜只是去旅行而已 所谓的迪拜行动实则混淆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感谢观看